粗粮细做,吃着才有口感 而且更容易吸收 尤其岁数大的人 多吃点这样的粗粮才有益健康 没事在家自己做一做 希望家人们能喜欢 碗中加入100克玉米面 150毫升的开水烫面 搅拌均匀 晾至温热 打入一枚鸡蛋 10克白糖 3克酵母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加入200克面粉 搅成面絮状 活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醒发两倍大 发好的面放在案板上 揉搓排气 搓成细长条 均匀地分成15个等份的小剂子团圆 按成圆饼 用刮板切成花形 底部不要切断 像是平这样就行 全部做好 平底锅刷油 放入平底锅内 上面刷油锁住水分 煎熟一面翻煎另一面 煎至两面金黄熟透立马出锅 香甜柔软的玉米面 鸡蛋发面 小饼制作完成 好吃又有营养 制作还非常简单 喜欢的话 就尽快安排起来吧